有的是摸这个墙 这个墙也会有电 这个拼头我现在换成这种塑料 这拼头了 它也会然后有电 会会那个电 也有三个人过来了 但是都没有修好 对我发现就洗澡的时候 这墙面有水的时候 就是摸墙也会有这个电在 就是不是很强烈的 但是你摸着会震一下手 有有有 是有电是吧 一靠近它就像 对就是墙也会有电 一靠近它就像 嗯 像得更猛 是墙有电是吧 有 嗯 很明显 绳灯头倒是没有 就是墙在电 墙的电是吧 就是我们会反正是 动不动就被电一下 动不动就被电一下 这个地方还没有 嗯 在上面也有了 打湿以后就有了 有 更高了 墙打湿以后就更高了 往下热了又高 往下热了又高 这一定不高 原来这上面有有有电路吗 像这种情况普通的电笔测不出来 你看灯都不亮 不亮灯一般都认为是没有电 确实是不亮 那个 你们家能断电吗 就一路一路断电 这个 在哪 在哪 也不是 在哪 没了 没了 这个没了 灯也没了 灯也 灯电路吗 这是 你开灯 跟这灯没关系 跟灯没关系 跟灯没关系 你关以后还有哪屋没电 他在一个关了以后 就是一个灯 就是灯电路吗 你看出方灯关 关灯火 你现在能管管点啊 他们说一拉闸断电 隔壁厨房的插座也没有电 去看一下厨房 厨房里不锈钢的水盆 一测也带电 带16伏 再接着测 测这个锅 145伏 这种锅没有地线 就会带一个100多伏的感应电 这个是正常的 再测这个菜刀的刀架 带20多伏 就是拉着哪 找我去看一下 在哪 在哪 奔下来的一个是墙里的线路 也没有路电保护器啊大哥 如果是路电保护器 路电的话它会跳 哎呀 路电了 哎呀 路电老厉害了 我还以为是感应电是漏电了 路老厉害了 漏电 它是漏电 对墙里边对墙是漏电的 我还以为是感应电 就那个线路漏电是吗 这是两路 其中有一路是漏电的 拿螺丝刀 这房子是老房子 对 把这两路线拆下来以后 测量其中的一路漏电轻 那这个不用说 另外一路肯定漏电严重 就是漏电严重 我原本不漏这一路给你接上 我看一下是哪个 送上电啊 没了 没了 那现在再去厨房看一下 厨房的插座也是没有电的 也就是说 那一路线是厨房的电 或者是墙上的电 这墙上这边都有插座吗 嗯 然后导致另外另外的路电 这墙上没有插座吗 现在是没有电的 嗯 有可能是墙上的插座 线路漏电导致墙上带电 可以把这两个插座打开 看看这间有没有联系 因为对面就是卫生间对吧 嗯 想到对面 哎 完了 这线都没穿管吗 连管都没穿呀 加快进程 拆下这个插座 分开这两路线 可以刷出这一路线是漏电的 就是往这走的线是漏电的 这路线没穿管 走到墙里边 一直走到这个插座 那就是现在墙里边漏电了 那就再打开这个插座 再看一下这个插座 拆开这个插座以后 测量分线路 这一路是零线不漏电 火线漏电 看火线漏电 而这一路 也是火线漏电严重 零线漏电轻 这一路火线对墙体漏电 我只能说 这一路线给你不要了 因为对面是厕所 这一路是漏电的 导致导致 这个线是干啥的 有没有用 这个电 这个插座到这个插座之间的线 嗯 都转开了以后 我再去那个 店长再会给你判断一下 这个主线有没有问题 行吧 我给你整明白的 现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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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个主线 到你热水器这一块是好的 电路是好的 嗯 从热水器到油烟机 到那一块 这个是 红线是漏电的 但是那个 蓝线没事 蓝线没事 我把蓝线给发火线 这样你就不用走明线了 嗯 可以用 嗯 这一对 掐掉 这一对给你废掉了 嗯 然后重新走个明线接 这一对给你废掉了 重新给你走一个 不不不 这一对废掉就不用了 这样把电路处理好以后 直接给它送上电 厨房正常用电 而卫生间 因为对面的那个漏电的线路 掐断了 不要了 所以这个墙体漏电的现象又没了 这样就安全了 好了 这样我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需要这个电笔的师傅 可以电左下叫小黄车 这个插头一插插座 砰一声 你看这上面 这一块都打黑了 为什么会爆呢 再假如把房主吓得 回都没了 看看它这个插座 再一看像个小猴子咧个嘴 是插头的问题还是插座的问题呢 先打开插座看一下 从插座外形上来看 这个插座续接发热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情况 看一下打开了 插座里边烧的很严重 哦 它这个线路不但是烧糊了 而且是短路了 就是零火线碰在一起了 看看啊 零火线在这个地方碰在一起了 一般零火线碰在一起是短路 短路的声音很大 很吓人 线头发热 导致这两个点 电线的线皮 烫化以后同时碰在一起 这种情况和插头有关系吗 咱们经常见到插头也烧糊了 插座也烧糊了的现象 一般都是插的不紧 虚积发热造成的 这个插头没问题 如果插头烧坏了插头也得换 再一个只需换个插座就解决问题 里面的线头没压紧 会造成虚积发热 还有就是在插电的时候 电器插上插头 很紧 有人说紧了不好 其实不是 反而是插上以后松动 会造成接触不良虚积发热 自己可以看一下自家的插座 插上电器以后紧不紧 还有的插座插上以后 它自己就能掉下来 这是两插还有三插 多箭与热水器 烘调插上以后 有点紧头 想拔的话 得使点劲 这样是好 如果很轻松的插进去 然后很轻松的又拔出来 这种要注意了 很可能插座的质量不好 特别是插上热水器以后 插头和插座的位置会发热 有温度发热是正常的 您注意看插口的位置 如果有烧糊的现象就是发黄了 那插头的这个位置也会有烧糊的现象 这和插座是有关系的 这个时候要及时的更换插座 那有的插头插糊的很严重 插座也严重 那两个一块换 单换一个插座是不行的 插头不好会带坏插座 插座不好会带坏插头 所以可以看一下自家的插头插座 有没有松动或烧糊的现象 好了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指点